大家好 回來第二節的《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就記得 大家支持五部曲 看廣告 按like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share 還有訂閱我們頻道 還有 如果有不禮貌的留言就幫我們痛擊他 不用了 他們很齊心 好像有陣型 有陣型 齊上齊下 非常好的 剛剛 我們就看到何君堯 視察完他父母的墳地之後 跟記者說一些話 因為內容太過 精彩了 我們發覺一定要播給大家聽 雖然是錄音 大家粗粗地收住 因為 現在是 人神共憤 如果你肯走出來 我會原諒你 我會原諒你 我父母都會原諒你 爛了的東西可以收復 但是你的心靈如果是這麼邪惡的話 對你沒有好處 對你不斷打電話 對你不斷打電話 誰呢 我們香港人 如果是香港人 真正的香港人 愛香港人 不會做這些事 現在在連登裏面 狠恐嚇的信息 對你不斷打電話 對你不斷打電話 他們所做的事 是帶出什麼含意 我們要愛一個 完善的社會制度 民主 的訴求 今天我們看得到的 這些是不是我們要愛的 民主的質素 所以 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們天地是有正氣 我雖然很生氣 但是仍然 以一個最平復的心 去呼籲大家 要停了 不要再這樣玩 沒益的 多謝各位 謝謝 他要停啊 他要什麼停啊 林卓廷 他是不是要林卓廷 還是戴耀廷 還是戴耀廷 你要什麼停啊 他要愛與和平啊 佔領祖墳啊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啊 林卓廷被人打破頭 你有沒有說人間正道是滄桑啊 你有沒有叫白衫的人停啊 林卓廷 戴耀廷 這傢伙 你連老母都搬出來了 你是禍及李家人啊 你搞到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你欠人錢 很明顯是欠人錢 就算不是都是你搞出來的 要停 要愛 要制度 要民主訴求 要平復心情 我們都很平復的 聽完你說我慌了 林卓廷被人打破頭 柳俊剛被人打破頭 你有沒有說停啊 還有 人間正道是滄桑 好像不是這個意思 你知不知道他是出自哪個 這句話是出自老毛的 這個呢 是叫做七律 長征裏面 其中是一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那首 中山風雨起倉皇 百萬紅絲過大江 虎巨龍盆金聖式 天翻地覆蓋移行 宜張聖勇追窮寇 不可孤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間正道是滄桑 不是說你那些東西的 你知不知 他完全不會解釋 解錯了 這句話如果你這樣說 即是告訴你 宜張聖勇追窮寇 你知不知人間事滄桑 就這樣解釋也知道錯了 即是繼續搞下去搞學金 其實是 說什麼呢 是不可以放棄的 叫人不放棄繼續搞下去 你是不是有病 那句話很明顯 佔領南京是不夠的 是要打上北京 是要打下來的 所以 上一堂歷史課 不跟他追究 因為他也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因為他不懂 我剛才練了給你聽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 你回去好好地 再讀一讀 毛主席的詩詞 好了 我們 這節其實不是說他的 有一個 真的不是說他的 但他很少一定要說話 花了幾分鐘時間 他開記招 即是跟記者說話 喂 你不打算是何君堯 你以為是李柱銘的 我也是以為是林卓廷 或是戴耀廷 他說的那些全部都是民主 民主 民主 有我們追求的制度 追求的制度 我第一次聽到 何律師說的那些 你自己回去看看 你自己的Facebook說什麼 直播軍事行動 說這些 不說他了 這一節要說他很重要的人 因為 今天有一個 也是叫高級警務人員 就是我們聽眾來的 原來 他 打給我 呼冤啊 為什麼呀 你是不是打完人 現在覺得很內疚 當然不是啦 收不到錢 收不到錢 他沒有分收的 他沒有分收的 他就說 你們怪錯了盧偉聰 不關他的事 我說此話當真 有什麼證據呀 他說 他就說現在根本上 警務處就不是盧偉聰 他也被人架空了 我當時也在想 究竟是不是真的 他就說了很多東西給我聽 他說 這次這件事 根本就是 二哥搞出來 因為這個二哥 最近開始有人起他底 他之前 是在元朗 做指揮官的 2012年到2014年 是做元朗指揮官 做的時候 基本上是勾結了 那個地方的黑勢力 田雞東呀 兒子呀 高老和呀 全部勾結了 還有那些 黃威信 黑社會議員 左手受傷那個 叫完閘 然後火童一大堆白衣人 去襲擊人 然後指揮勸交受傷的那個 黃威信 元朗區區議員 是呀 Yohu的那邊 大家認住他 認住這個 是經文聯的 原來是經文聯的 是經文聯的 是經文聯的 現在又有手持木棍的勾交區議員 撒爛了港鐵道閘 你是不是 太久沒有出來走 打人的時候 太大不懂用力 脫掉了手 這陣子我真的對所有東西都有新定義 原來這樣叫勾交 我真的第一次明白 你是不是又是 跟市民說 原來以後勾交是要這樣的 手持鐵通長棍 叫閘勾交 我真的第一次聽 以後我們都要學他了 誰教你這樣做 經文聯黃威信議員 我真的讀得舒少 真的不懂這些 剛才那個 他很高級的 他說他是警司級的 當然沒有跟我說是哪區 但是 我現在了解一下 原來警司也不是很高級 警察的偏制 警司上面還有高級警司 還有總警司 然後在上面還有取得罪 applauding 靜家的人 僭建的攝影響 越高 他現在警司 跟 那些 地產公司聯席董事 差不多 分區總董事 你這樣說 令到 我覺得不好笑 原來現在警隊裡面 要職位泡沫化 警司也不是很高級 趴男仔的總督察 他下級升級警司的 原來真的我也不知道 然後他說 我不是踩自己 他說 上面呢 很多警務人員都知道 現在根本是鄧炳強 因為他本來也是鄉視勢力 靠這班人上位 首先他自己也姓鄧 一定是遺頭人來啦 即是原居民 接著也是靠 元朗 地區勢力 靠這班人起家 靠地區勢力起家 一直以來 他說他上任以來 其實沒有掃黑 只是打擊 這個示威者 因為在2014年 他就 反過來 講到嘛 接著主力去打擊那些示威者 即是2014年佔中 因為他是行動組的 他主要是靠打示威者起家 以強硬作風見稱的 所以他升遷特別快 因為 上面就看中你 強硬嘛 誰 打示威者打得出力 那個就升了 反而 人們說 很多年前 向示威者送水那個 還是在做散仔 沒有升職 那麼多年來 警察原來要強硬 要打人 要打示威者 要棄善砲 即是黑社會 即是黑社會呢 黑社會是打人的會上位的嘛 難道說愛與和平的會上位嗎 但你不是黑社會嘛 你是紀律部隊 其實今天有篇文說得很對 為甚麼警察你有權 執法 其實是人民授權你這樣做的 其實是把武力的權 交給你去保護市民嘛 那些是小學生才說的 你罵警察 警察不執法 你本末倒置到這樣 我可以說出這樣的水平的東西 很多人會接受他啦 醫護人員被你罵完 也可以落毒啦 好像那個 人肉叉燒包還是那樣 幫你打水到你的皮膚裏 這些說法是很低能的 水平低到小學生都會反駁你 你那份是工來的 出給你那些納稅人的錢來的 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歪理 歪理是他們這班人最頭腦簡單的人 最喜歡傳的東西來的 另外還有一些 先寮者戰啊 很喜歡說這些的 原來先寮者戰就對了 現在打死無怨嘛 原來要打死的 是不是 你們是不是想行使人家行使後面那句 你們真的不可以那麼低的 當你 說得出前一句的時候 人家就會行使下半句 所以你的定義也有問題 如果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現在就等於元朗挑撥 所有外面的人 挑撥我們吧 我們有200萬示威者 你就挑撥我們吧 我們就要來教訓你吧 坦白說 我這次覺得 我真的要做一些分析 剛剛笑完那麼久 我覺得是他們這班 鄉事派的黑社會 是放了元朗一些鄉民上台的 騙了一班鄉民 首先告訴他們會有人來搞事 破壞你們做生意 會破壞你們做生意 會破壞你們早墳 會燒你家屋 是傳了很多假消息來刺激他們的 首先是這些 所以連那個仲西瓜的那樣子 陳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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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衝出來打人 兩志祥 兩志祥加陳志祥 陳志祥就變了 所以 令到人們那麼瘋 大家想想 坦白說 別說偏幫 只是純粹分析 其實他們真的是給了石鏡泉 先動 首先他們當初不是拿水流通的 當初他們真的是拿藤條的 聽完石鏡泉說 所以其實石鏡泉應該負很大責任 你不是出來道歉就行了 整件事是佔了很大部分責任的 你只是一個恐怖分子社長 恐怖分子的 傳媒 說了一些東西 是你叫的嘛 那些人跟著你嘛 那不就是煽惑暴動啊 你只是煽惑暴動來的啊 煽惑恐襲啊 現在不是暴動那麼簡單啊 這些罪名要抓到關塔南無 半水營的 現在我們分析那個警司說話 現在 現在 一哥基本上是架空了 你看每次出來他的樣子好像死老爸那樣 還不關我的事 又不是我下命啊 他這樣說的 我們當初也不太相信 姑且先相信他 如果真的他說的是沒有錯 現在是由這個全權鄉事派捧出來的黑社會 鄧炳強 做了這個一哥 跟無間道 劉德華做了警務處長一樣 或者韓箭 韓箭 奪權成功 梁家輝 總之是梁家輝啦 是李sir的 由李sir奪權做了警務處長 把李這個處長嫁空了 當然 如果從陰謀論看 其實也有點像 因為大家看到 林鄭和盧偉聰的記招 他們是黑臉黑得很厲害的 他們不只是黑臉的 他們 網友說他們好像被人脅持著 他們的樣子有點像 脅持就沒有的 不過呢 他只是迫著出來解話而已 有一次那些IS拘捕完的人 然後給你一些聲明 你讀 你讀又讀不完 又被記者打斷了你 他唯一不像是後面沒有人握刀 欠了一個鄧炳強在那邊握刀 那刀指著劉偉聰 在後面準備拖了 然後呢 你想想 沒有這個最高層的指示 報案室 為甚麼不接電話 其實是的 大家想想 我們為甚麼會不相信是高層不知道呢 報案室是沒有理由去到那麼大膽 一定是 最高層的那個落命令 才令到報案室這樣 所以不是你盧偉聰的 也是這個鄧炳強 那你就行動組啦 你是二哥嘛 其實是你負責的 你不是落到這樣的命令 怎麼會 可以夠膽地這樣做呢 一定會洋出去了 你以為你那晚玩得很開心嗎 有時 可不可以 想多幾步 不要說你不想過 可不可以想多幾步 這個人呢 我再說一次 其實現在 你是很明顯 你那天做的 你是 最後一根稻草來的 本來香港市民對你那個不滿 未去到這樣的層次 你是將他升華了很多倍 一次過把你最後那個信任都沒有了 是啊 因為有兩個叫李漢文 八鄉指揮官出來說的那些東西 然後被人立刻錄音 拍了影片 拍到他跟各位辛苦了 上面那些人打了 你打走他 你就下班了 然後 就說辛苦你了 拍了肩膀 兄弟來的 知道要做事嘛 你根本就縱容那些人打人嘛 之後你警察才絲絲而走出來嘛 又說沒有看錶 大家有沒有想過你的假面具你也不戴 你連那一齣台戲也不想做的 你就想告訴別人 對呀 吹咩 誰叫你們 不尊重我呀 打給別人打一下也教訓一下 你有什麼權力拿著一支炮呀 是啊 你們沒有權的 這樣就等於黑社會而已 你們沒有權拿槍的 其實應該是要瘋奪你們的警權的 政府 政府和你警方的權力都是來自人民的 你不要以為你大了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那個叫做游乃強的那個刑事那個 刑事什麼指揮官呀 那個最流行出來說話 根本就是在挑釁全香港人 那你真的不要出來說話啦 你出來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他就出來說給他知道 是我叫他們打一齊來的 誰叫你不專門跟我們嗎 有事又找警察求救呀 他不是在說那些事嗎 現在我告訴你 全香港人是不會再尊重你們所有警察 包括今天打你那個警司 說真的 他也知道的 很多人說啦 你以為你內部的人是傻的 不是每個元朗區的嘛 大哥 元朗區你一向是一個 山寨王 通行都知道的啦 你以為你們真是大 浪費嗎 不是的 所以呢 你那區是不是真的打算搞獨立 不是呀 你們現在是把整個警隊的最後一點尊嚴都抹走 現在沒有了 沒人再給你們 沒人再給你們了 接下來 其實你是祝勵全香港的示威者 他們做了什麼行為 沒有人猜得到 所以接下來那個元朗呢 我覺得 可能是會變成另一個戰場 很嚴重 而且是很極力的衝突 其實真的很嚴重 因為你是 壓著一群聖怒的人 這群人呢 是可以跟你拼命 是不要命的 你要命 你打工 他們不要啊 721之後 連最溫和 最主張溫和的人 都開始覺得是不可以的 是呀 沒用的 因為你是很離譜的 你是襲擊手無寸鐵的人嘛 你不是說只是打示威者 你就打示威者就算了 大家凍是甚麼 你是衝上車 每人都打嘛 那些人可能住在屯門的 住在天水圍的 你就打賣一份 阿婆啊 有些是私人 阿嬸在尖叫哭 他猜不到的 所以 這個局是你們做出來的 你警察有份做的 接下來你們就要承受所有的苦果 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只多一個兇手出來說給大家聽 那個叫鄧炳強 還有他要將來做一哥 我告訴你 你做不做一哥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做到一哥 總之你整個警隊 是撞了下去的 之前就掘了盧偉聰 或者再之前的突映 掘了個坑 現在他是直接跳下去的 將你所有警察都換來 今天明報也有一篇報導 揭發這個 這個二哥 在元朗自己的王國裏面做過什麼好事 首先當時有一宗13年就有一宗白粉案 在水邊圍村的 當時就有兩個軍莊把那兩包白粉當成鹽 說那些是鹽來的 就不跟進 後來就有人要拿了那兩包白粉 拿到警局 要逼他們去化驗 才證實了那兩包白粉是白粉 到底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警員 誤判 把白粉當鹽 還是有人有心包庇 放水 不成功呢 一定是包庇啦 鹽跟海洛櫻差那麼遠 你當人傻的 神經病 鹽跟海洛櫻 你以為那包鷹粟粉 跟海洛櫻就可以當成的 鹽你也敢說的 首先大家要明白 海洛櫻 雖然是毒品 但其實是一些很值錢的東西 即是你跟我說 有很多人把黃金當成Lego 當成黃色的Lego 據說那些東西一公斤都在說100萬的 你會不會看到一袋錢當那些是 歡樂天地代幣 你會不會看到一袋錢當那些是 歡樂天地代幣 認錯了那些是歡樂天地代幣 那些不是錢來的 大家自己判斷吧 我不知道 講常理而已 還有另一宗是嗎 另一宗就是 又是 一班 八鄉分區的 警察 去完深圳回來 K仔 發現藏有這個K仔 這些都是一些醜聞 他們的警區專門有 有毒品的 其實你們跟 毒品的關係都很close 對呀 要不要找毒品調查科去查一下 說真的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每一次的毒品案 因為有時 經常會挑戰證物鏈 市面也有很多人傳 為什麼會插裝呢 毒品案跟普通刑事罪行 是有分別的 你是牽涉很多 利益 到底有沒有一些人 其實是知情 或者牽涉在裡面呢 所以這些東西大家就要明白 為什麼有時候 是毒品的東西 有那麼close 之前不是說屈那個人藏毒 原來那個人沒有袋子的 他又說在他身上 在袋子裡炒出毒品 你做開毒的那班 是另一隊人 是一隊特別的 在做的嘛 你這些人 即是不懂得說的 我們經常說反黑組 反黑組反一下 你自己也會刻在一起 這個二哥 好像經常都跟毒品案有關 他們刻下的東西 當然還有一個小桃園飯局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那些人物 就是那些人物 大家都很熟悉 當時人家Failwell去的時候 一大班黑社會出席 他基本上 嚴格來說 他就是那個 毛間道裏面的劉健明督察就升職了做 警務處長 接下來准警務處長 好像是韓心 曾志偉 曾志偉比較有型 好 大家記得這個也是黑手來的 我們真的要看著他 這傢伙沒有那麼多人 這傢伙沒有那麼多人 他日後原來是一哥來的 鄧炳強不開Facebook 沒得被人圍 Facebook圍他 大家喜歡的 沒辦法的 大家唯有在連儂場表達意見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好